江南屯這間國小外頭呢 你看到這裡明明就已經是紅磚人行道了 結果上頭又出現一個綠色的人行道 讓不少民眾呢反而會有點懷疑說 欸那我到底是要走在綠色上面 還是我可以走在旁邊的紅磚上面呢 甚至在車道的出入口呢 這人行道上中還斷掉 上頭寫了一個大大的停字 所以到底是車輛要停 還是行人要停呢 校方就說啦 這是為了要保障學童安全 提醒學童要注意車輛 而且走路的時候盡量靠著圍牆走 但是這樣的畫法也讓交通網紅直言了 反而可能會讓用路人誤判 紅磚道明明就已經是人行道 但人行道上頭又再畫了一個綠色人行道 雙重人行道讓不少民眾經過都好疑惑 剛剛就是剛過來的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就是在人行道 還有一個人行道 然後中間還有什麼停 然後就覺得有點蠻荒謬的 這超特殊的雙重人行道 就位於台中市南屯區 向上路二段的一間國小外頭 原來這裡常常會有民眾 違規騎機車在人行道穿梭 校方為了國小生的上下課安全 特別劃設綠色人行道 那確實有可能會去造成一些駕駛的誤判 然後就直接把車子開上來 更加的傷害到了我們的行人 學校為了學生安全 還在車道出入口的地面 增設了一個停字 提醒學童行經得停等 留意車輛進出 一切利益良善 但也讓不少民眾質疑 這樣真的符合法規嗎 對此學校表示 會進一步與交通單位進行線刊 記者高律徐凱迪 台中報導 這裡旦 rug寧 出入口 aimer 橫 我們 掃除 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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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